这个可怜的女人被绑在祭台上 后方通道内缓缓伸出一双大手 一只身高十几米的怪物现身出来 她的上半身是人形 五官背一层肉膜覆盖住 下半身是两只巨大无比的手 血盆大口长在肚子上 后面还拖着一大片肉 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又诡异又吓人 这就是今年新上映的惊悚片 鬼屋惊魂 看完以后不得不感叹一下 制作团队的脑洞真的好绝 视频上电影的怪物 其实大都千篇一律 而这部影片中的怪物形象 可以说得上是非常与众不同了 前期剧情略微有些复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女主安破是个苦命娃 母亲患了重病 她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前去照顾 长期一往下来 导致安破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不过母亲是她唯一的家人 所以安破一直都很尽心尽力 然而好景不长 母亲的病实在过于严重 没过多久便与世长辞 安破伤心欲绝也松了口气 现在她终于能安心 过自己的生活了 很快 安破便偷渡到美国 并找到了住处 房东是个大胡子 据她所说 安破是第二位租客 楼下的女客人 不会讲英语 所以不经常露面 这里的各种设备比较老旧 不过房租便宜 所以安破便住了下来 当天晚上 她准备出门 一出门却发现 门把手上 有一些绿色的粉末 这里是一个伏笔 后面会讲到 之后安破遇到了 楼下的那个女租客 她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结果发现 对方明明会讲英文 只是有一些不太友善 刚一见面 就凶巴巴的 还说大胡子的话 都是一派胡言 安破倒是没往心里去 四日晚上 她去完餐回家 因为闲得没事做 便开始在这栋房子里 四处查看 没多久 就找到一个上锁的地下室 而且门上 还有一道抓痕 安破刚要仔细查看 大胡子却突然来到这 立生告诉她 地下室和书房 都是私人空间 不能进 事后安破想把自己的 押金先要回来 因为她的证件 办理出了问题 价格突然涨了2000块 可大胡子却表示 自己为了装修房子 已经把押金全部花光 于是安破便想跟 楼下的女租客 借点钱 但是对方并不在家 门上还有一个绿色粉末 留下的手艺 这里也是一个伏笔 安破在这里的生活 并不顺利 工作上不顺心 生活上也不如意 这天她正在上班 突然飞过来一只鹅子 紧跟着 安破就听见有人 在呼唤自己 可是等她一回头 却什么都没看见 连那只鹅子也不见了 安破没有在意 只当是自己神经 太过敏感 出现了幻觉 好不容易凑够 办证件的钱 她连忙交给 专门搞签证的 公有黑解 晚上下班的时候 安破在路灯上 看见一只鹅子 她纳闷了一会儿 好好的一只鹅子 是怎么跑到里面的呢 安破并没有注意到 后面凭空出现 一个女人的身影 不到家后 她惊奇的看到 有个男人 正在念念有词的 用头撞墙 看着这诡异的行为 安破不由的 有些害怕 她心情忐忑的回到房间 每一会儿 外面的灯突然亮起来 一阵地狱完毕 灯又灭掉了 之后 安破在厨房里 见到了另外两个女孩 他们俩很友善 只是话还没说两句 大胡子就过来了 两个女孩 扫心的离开 安破则向大胡子询问 那个撞墙男的事情 因为当初说的是 公寓只租给女性 大胡子解释说 那个男人是自己的哥哥贝克 他脑子有点不太正常 安破听完也就没再多想 之后 他趁大胡子不注意 偷偷溜进了书房 发现这里有很多昆虫的标本 还有一个正在播放的录音带 出于好奇 安破戴上耳机听了一段 发现这是关于 献祭仪式的录音 而且书桌上 也有很多献祭的书籍 突然 录音机不知道卡带了 还是怎么着 猛地发出一声巨响 安破一害怕 打翻了手里的相框 害怕被大胡子追究责任 他迅速逃了出去 此日 安破前往跟黑姐 约定好的地方 等办理好的证件 谁知对方却迟迟没有现身 而且电话也打不通 回到公司一问才知道 黑姐一大早就辞职了 安破的钱也被卷走了 他本想从老板那儿 打听一下黑姐的地址 但对方却表示 自己要保护工人的隐私 眼看安破一直死缠烂打 任无客人的老板 狠心 自己自退 他的生活现在一团糟 晚上安破想洗个热水澡 好好放松一下 就在这时 他听见排水口里 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 安破连忙关闭喷水头 仔细一听 确认有尖叫声和求救声 从地下室中传来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 很快旁边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 可是安破一拉开玉帘 却发现外面空空如也 他被吓得穿上衣服 夺闷而逃 一出门刚好撞上大胡子 他说楼下的那位女租客 前几天已经搬走了 最近来了新的租客 现在自己手头比较宽裕 明天可以把押金还给安破 半夜十分 安破发现房间里飞来一只鹅子 就在他慢慢的时候 鹅子突然变成一个女人 下一秒 安破从床上惊醒过来 刚刚的一切只是噩梦吗 房门是开着的 安破出去一看 发现前面依稀有个人意 紧跟着一个无形的人 惊动失措的跑了过来 最终停留在窗户前 地上还留下一排脚印 下一秒 旁边又凭空出现一个老夫人 没等安破反而过来 这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事后他又听见一阵哭声 安破寻声走去 看到一楼的走廊里 有个女人在啜泣 还没等开口讲话 对方就被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给拽走了 安破被吓坏了 可他又不能报警 毕竟自己是偷渡客 自来想去 安破打电话给舅舅杰克 恳求他来接自己 但是路途太远 对方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 没办法 在找到新住处之前 安破只能继续待在这里 次日 他坐在回家的地铁上 惆怅不已 突然周围的灯 全体熄灭 灯再亮起来的时候 地铁中的乘客 已经全部不见 只有安破和一个看上去 有些狼狈的女人 地上还有一个方方的箱子 慢慢的 里面伸出两只大手 然后安破再次惊醒 因为无处可去 他重新回到了大虎子家 结果一进坊间 却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 一旁的大虎子解释说 这栋房子其实有些古怪 当年他爸爸喜欢收集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后来还杀死了西子 安破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他想走 大虎子却死活不让 还说贝克需要他 告得安破一桶污水 这种说着话 贝克来到这里 他对着墙壁念念有词的 说了些什么东西 紧跟着就往安破嘴里灌酒 大虎子提醒他 不要想着逃跑 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随即便关门离开 之后 另外两个女孩跑了过来 他们也遭遇了跟安破一样的事 现在三人决定 联合起来 一起逃跑 安破觉得 大虎子兄弟俩 可能抓了一些女人 关在地下室 这个地方很明显不对劲 而且另外两个女生 也都梦见过那个方形箱子 他们怀疑 箱子就藏在地下室里 就在三人毫无头绪之际 安破看到门外 站着一个女人 对方一直在呼唤他 下一秒 同伴的尖叫声传来 安破再次惊喜 发现大虎子兄弟俩 在试图抓走一个女生 他无力抵抗 眼睁睁看着另外两人被抓走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阵门银声 贝克连忙将安破锁起来 大虎子则跑去开门 来人是杰克 虽然大虎子坚称 没见过安破 但杰克从门缝中 看到了他的行李 意识到有危险 杰克立马强闯进来 很快就找到了 安破所在的屋子 可惜这里被锁上了 他只听见门外传来打斗声 紧跟着地上 就出现一滩血迹 事到如今 安破也明白 自己恐怕跑不出去了 他的手脚都被铁链锁着 贝克托着一个女孩 去了地下室 另一个女孩 被绑在床上 大虎子一边往安破身上 涂绿色粉末 一边说 自己的父亲 曾经捡回来一个大箱子 一直存放在地下室 当时贝克生病了 他们承担不起医药费 不得不搬回老家 后来兄弟亲眼目睹 父亲把一些女孩 绑到地下室做献祭 随着被献祭的人越来越多 他自己的身体 也变得越来越好 丧亲病狂的父亲 甚至把妻子也献祭了 大胡子这才知道 原来那个箱子里 藏着一个怪物 只要向其献祭 就能治愈所有疾病 于是贝克和大胡子 杀了父亲 并效仿他的做法 抓一些无辜的人 给怪物献祭 现在只要把安破三人 献祭完 自然会收手 很快贝克在安破的额头上 抹了一把血 接着就叫他扛到地下室 这一路上 安破看到了许多鬼魂 他们都是之前 被大胡子和贝克 献祭掉的女孩 现在一切谜团都解开了 之前所有的噩梦 其实都是这些受害者的警告 他们是想提醒安破搬走 如果我猜的没错 一开始安破发现那些 沾有绿色粉末的手印 也是来自鬼魂们的提醒 这可惜他醒悟的太晚了 很快就被绑在地下室的祭坛中 贝克打开前面的箱子 神奇的是 里面居然是一条通道 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 周围的地面上 还有许多鹅子的尸体 记得之前 安破在路边和房间里 也看见过许多鹅子吗 我的猜测是 这些鹅子就是箱子中 那个恶魔的代表 很快 鹅子的尸体全部复活 聚集在通道口附近 就在这时 杰克跌跌撞撞的走进来 他解开了安破的束缚 两人拔腿就跑 一阵清黑过后 安破惊奇的发现 自己竟然来到了母亲的病床前 他看上去还是那么慈祥 但事实是 这只是怪物创造的幻境 真实的安破 已经陷入昏迷 每一会儿 怪物便爬了出来 他蹲在祭台上方 捧起安破的头 准备将其吞掉 幻境中的母亲 再三恳求安破 留在自己身边 眼看他一直在犹豫不决 母亲突然变了副嘴脸 想掐死安破 就在这时 他清醒了过来 直接杀掉了幻境中的母亲 现实中的安破 也在这时惊醒 怪物这会儿 已经相视不见 他拉开那个箱子 发现里面有一具尸骨 原本安破可以就此离开 可他转念一想 不能就这么放过那两个混蛋 他们杀了那么多人 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于是安破拿着武器 二话不说 砍于大胡子 但是贝克力气比较大 没等他出击 就被一脚踩断了脚腕 危机关头 仅存的一个女孩 跑过来撞开贝克 然后拔腿就跑 但他很快就被抓住 从楼上扔下去 女孩当场摔死 下一个就轮到安破了 好在他集中生智 拔出贝克身上的刀片 将其割伤 随即捡起一旁地上的大砍刀 直接断刀砍死贝克 事后 安破将尚存一丝气息的大胡子 放到地下室中 眼睁睁看着他 被怪物吃掉 做完这一切 安破一瘸一拐地 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就在这时 他被踩断的那只脚复原了 身上的伤口也渐渐消失 安破明白 那只怪物要跟他做交易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局算是开放式的吧 我个人觉得安破 应该是留下来了 毕竟他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无牵无挂了 就算离开也没事可做 还不如留在这里 既能当包猪婆 又能长生不老 何乐而不为呢 总的来说 这大概就是一个 主角黑化的故事吧 前期节奏稍显繁琐 不过到了后面 节奏还是不错的 就是怪物露脸的时间太短了 刚才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